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大盘最终只上涨了0.8% 那这也使得呢 澳洲股市重新恢复到了这个大选之前的一个价格 大约是5350点的价格 那么中国方面呢 继续是高歌猛进 我们在上周反复已经提到多次 中国的资源价格大幅上涨 由主力资金进场的嫌疑 那么中国的这个上证指数呢 在上周五的时候继续上涨0.78% 最终呢 收盘是收在了3196点 深圳方面呢 也同样上涨0.5% 收盘是收在10878点 但是从今天早上到现在情况来看 上证指数已经突破了3200点 目前正是我们可以考虑上证指数的一个最佳时期 那么GoMarkets呢 也将会在未来的一两周时间里面呢 正式推出中国的A50指数 到时候呢 对于中国这个指数有兴趣的朋友们呢 到时候可以关注我们的产品 在我们的产品列表里面呢 在未来一两周之内 正式会添加上中国的A50指数 那么再来看一下欧美方面 那么欧洲国家呢 昨天在上周五的时候呢 由于周四涨幅过大 因此呢 在周五的时候 英国 法国 德国呢 三个国家略有涨跌 虽然幅度不大 都控制在大约是1%以内 但是呢 德国上涨 英国和法国则分别有轻微下跌 美国方面三大指数呢 继续是面临 继续在上涨 其中标普道琼斯和纳斯达克 在周五分别是上涨大约是0.5%左右 但是上周累计呢 美国的三大指数呢 则分别是上涨高达3.8%至5.4% 那接着我们还要来看一下的是这个黄金 我们知道呢 黄金目前呢 在上周受到了 曾经在美国投票当天是出现了大涨 但是随后呢 连续出现了两天的大幅度的下跌 到目前为止呢 黄金价格在上周累计是下跌了6% 是上一周跌得最惨的一个产品 另外原油价格呢 也在继续下挫 目前美国油收盘大约是43.4% 英国油呢 收盘大约是在44.7毛钱左右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热点 这个关键我们来说一下的是呢 现在美国大选之后来看待市场的焦点 我们知道呢 上周由于美国大选的事件呢 整个金融市场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暴跌到暴涨 整个市场呢 都是非常的波动 那么在这个大选过后 目前的焦点又在何方呢 我们看到现在整一个金融市场呢 整体来说应该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后的走势啊 让人是大跌眼镜 虽然希拉里最后是没有上台 但是从现在的走势结果来看 似乎结果呢 并没有大家之前预计的那么糟糕 那么市场在经历了短暂的暴跌之后呢 立刻又开始起身反弹 那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呢 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 毕竟我们个人资产 包括养老金投资 都在股市里有所投资 因此呢 股市的上涨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利大于弊的 那么从现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的讲话 以及他所做的一些电视采访来看呢 他目前呢 暂时并没有追究希拉里之后的这个邮件门事件 他呢 也没有跟当时竞选时候一样 说到呢 要马上换掉这个美联储主席 只要这个美联储主席这个事情他不去动 那么金融市场目前呢 是暂时松一口气 所以美联储呢 现在还是按照他们之前计划的 美元加息之路在缓慢前进着 所以现在我们上周说到的一个这个邂逅语呢 叫做成归成 土归土 现在重新又回到了美元强势的时代 那么美元在上周五的时候呢 对于所有的非美货币也都出现了连续性的上涨 那么对于欧元 日元和英镑这三个货币呢 从美元这个美联美国大选结束到上周五收盘 一共呢 少的是这个美元对他们的货币是上涨300点 多的呢 上涨达到了500个点 那么澳元虽然没有这么惨 但是呢 澳元在铁矿石的支撑之下呢 是抵消掉了美元大部分的压力 但依然澳元呢 也从0.7720的价格被打回到了 现在的0.7520附近 那所以说现在在大选之后 关键能够看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大选过后 目前来说呢 从外币来说 现在市场的一个焦点呢 就是12月份的美联储会议 从现在情况来看 美联储在12月份有超过70%的可能会加息 那换句话说 如果美元正是在12月份加息 那么从现在到12月这个会议之前 美元很有可能将会保持一个比较强势的走势 那么对于其他的非美货币来说呢 则有可能在未来一两周 依然是保持着一个震荡 甚至于是回调下跌的走势 那么在股指方面呢 我们可以重点关注的呢 是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之后 可能会提倡的振兴美国制造业 我们知道振兴制造业所需要的是资源 那么这边对于资源需求的增加 以及中国在刻意推高资源价格 都会使其中两个国家从中得益 哪两个国家呢 就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加拿大是出产的油 虽然油价现在不太好 但是对于资源需求的同时 油价也会受到正面的影响 而澳大利亚呢 则是对于这个资源需求呢 受益最大的国家之一 可能巴西也算一个 但是发达国家里面呢 澳大利亚是唯一大量出产铁矿石 所以澳洲的矿产业 目前呢同时受到了中国和美国 两方利好的影响 这就不难见得 为什么呢 在过去的十几天里面 铜价新价铁矿石价格呢 均出现了超过十天以上的连续上涨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外汇方面 那么刚才说到的是澳洲的铁矿石上涨 那么澳洲铁矿石上涨呢 自然而然联系到了的就是澳元的走势 我们看到澳元的走势呢 在美国这个大选之后呢 是上蹿下跳 曾经一天大涨 一天又大跌 感觉呢 就像是喝醉了酒一样 但实际上从现在走势来看呢 由于美国的强大压力 澳元的价格呢 曾经今天早上一度是跌破了0.7520 那么我们要知道呢 澳元关键的日线级别走势 支撑线大约就是在0.7550的价格 如果0.7550价格被有效突破 那么澳元的上涨趋势将告一段落 所以这几天我们重点关注澳元呢 支撑价格就在0.7550 那么这是短线来看 从长期来看的话呢 我们知道澳元影响澳元的三大因素 是中国的经济 铁矿石的价格 以及美国要不要加息 所以从现在到12月中旬 美元要不要加息将会占据的 整一个市场的主导 那么在美元加一次息过后 如果它继续按照现在缓慢了一年加一次 最多两次这样的速度来看的话呢 澳元很有可能会再因为铁矿石的价格 重新继续暴涨而反弹 所以说长期来看 只要矿产价格继续走强 那么澳元你说它要大跌 实在是不太可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单个产品方面 首先来看一下澳洲股市 澳洲股市在上周四和上周五连续两天出现上涨 从目前当时美国大选时至时候 曾经一度是接近5050点 这个夸张的底部 到现在回到5350点 两天之内上涨回来300个点 但是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 步子卖得大容易扯着弹 虽然说话是糙了一点 但是道理不差 那么在这么大的上涨之后 小部分的回调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按照今天的短期走势来看 我们随时应该准备好澳洲指数呢 有回调的可能 按照现在的策略来看 可以在5305点的价格挂单卖出 同时在5365点的上方挂单买入 如果突破之后我们可以进场 再来看一下外汇的澳元方面 澳元的目前是刚才说到是艰难的守在 0.7550这个关键价格 这个价格一旦跌破 那么澳元将继续呈现的下跌趋势 所以这个价格是目前澳元在中期日线级别 最后的一道支撑线 如果今天0.7550能够守住 可能再保守一些再过一天 那么澳元很有可能将会重上0.76 甚至于0.77 但是说澳元如果要重新再往上 我们之前反复说到的一个关键价格 就是在0.7720 这个价格一旦得到有效突破 那么澳元势必将会重振 前往0.80的高度 所以今天来说短期我们可以考虑的事情 所以最低价我们可以在跌破了最低价0.7520之后 在7518的地方挂单卖出 同时你激进一些的买入单 则可以设定在0.7595的地方 就是靠近0.76的价格挂单买入 再来看一下澳元方面 那澳元在日线图上 澳元这个已经是跌的是一塌糊涂 已经跌到了过去8个月以来的最低价 目前基本上就是朝着 澳元对美元在过去两年的最低 大约是1.05的方向前进 今天早上开盘之后 欧元也是继续下跌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是顺势而行 那么从今天早上来看 目前的短期策略 我们可以考虑在1.0770的价格挂单卖出 那么如果买入的时候 它如果能够反弹超过1.0920之上 我们可以在1.0925的价格挂单买入 如果你再保守一些的话 就干脆等到1.0980之上 那么中间这接近于200点的空间 那么总体来说 如果你是保守一些投资者 那么还是不为碰 比较好 最后来看一下黄金 黄金价格是上个星期最大的输价 整整下跌是达到了140美元从高点 那这也是呢 这个打足了各位分析师 包括我本人的分析 这个脸是啪啪的打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的价格 黄金呢 目前最后的支撑线 在目前来看 就是6月份的最低价 1,208附近 如果1,208被打破 那么黄金将很有可能跌破1,200 甚至于达到了1,180附近 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以1,208这个底线作为参考 如果1,208被打破 那么我们则要继续挂单看空 同时如果它发生反弹 我们可以把买入单 放在1,252的价格挂单买入 当然了 如果从长期来看 黄金必须达到日线级别的买入信号 大约是在1,290以上 才能最终扭转目前的下跌局面 也就是说 在1,290之前 黄金都属于下跌 或者说叫弱势 最后呢 我们今天投资者需要关注的事件 在澳洲时间上午10点30分 日本已经发布了最新GDP数据 是高于预期 那么在澳洲时间下午1点钟的时候呢 中国会发布工业产出数据 到最后 在周二凌晨 就是今天晚上凌晨2点钟 欧洲央行行长将会发表讲话 因此今晚呢 对于欧元的走势来说 将会比较波动 投资者呢 务必要引起重视 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